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Jungle开发进阶课程的最后一次课 就是总结的课程 然后呢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知识点给稍微梳理一下 最后看一下这个拓展 我们就是从这个第一节课开始 到最后的二十多次课 讲了这个Jungle的 比如说自定义这个tag和filter 比如说将二模板去替换这个末日模板 然后这个自定义这个管理器 还有这个集成也有的数据库的应用 包括同时使用多个数据库 然后自定义这个模板和自定义这个表单和这个字段 所以Guardman去Guardman的一个定制 包括在面里边的这个Widget和这个Action的一些定制 然后接着呢 学习了这个通用试图的一些使用 然后呢 还学习了一个一些Json的接口和Restful 一个风格的接口 主要是学会这个如何去定制一些接口的使用 还有这个信号 然后呢 画一个中间键的使用 包括Gungle的一些安全机制的一个策略 然后呢 还学习了这个国际化中的一个语言和这个时区的支持 最后呢 有两个这个小的一个应用 就是集成这个清流云的一个图片上传的一个功能 包括在使用图片的过程中如何去检台它 然后呢 我们就是从前到后呢 就学习了这些大大小小的这些知识点 然后每个知识点呢 都举了一些具体的应用 然后帮助大家去梳理和掌握这些知识点 当然呢 这些知识点在课程中可能就是说 下去呢 还需要大家更深入的去学习它 如何去扩展呢 是当然就是在学习我们的这些课程的过程中 然后自己如果就是说暂时比较不熟悉的话 可以跟着项目的这个就是课程的这个实例 一步一步的去做 或者说呢 你就是举一反三 然后比如说老师举的是这种这种做法 然后你可以就是稍微思考一下 去写它的另外一种应用 比如说我们这个里边讲的这个 用这个集成也有的数据库和应用 其实就是用这个mangoDB 然后你可能使用另外一种数据库 比如说你集成这个radius 这个数据库到我们的应用里边如何去集成呢 这个可能就是更跨度更大的一个 一个这个拓展了 或者说呢 我们去实际的做一个项目 或者是如果项目太大了 会做一个demo 比如说一个日志啊 比如说一个就是就是 客人博客的一个demo 或者说更大一点的话 你做一个购物网站啊 或者说是一个多人的一个论坛啊 就是模仿某个比如说 V2EX这样的论坛 这个论坛是非常有特点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去模仿某个现成的这个网站 比如说购物网站 就是一个比如说简易的这个淘宝啊 或者说是简易的这个 就是V2EX这样的BBS啊 这样就是帮助自己更全面的更深入的学习 将狗的这些知识点和相关的一些应用 然后如果关于这个如何继续深入学习呢 我们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当然就是在项目中解决问题 是最直接的最快的一个学习知识点的一个办法 如何解决呢 就是做得更好 然后比如说 我觉得一个一个问题的话 它有一个解法 然后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案的时候呢 但是如果你想就是学得更加适用的话 不要满足于当前的这个非常直接的 因为直接的解法 因为它直接的当然就比较简单 我们要寻求一个更加优雅或者是高效的一个方法 只要你肯投入这个时间和精力 比如说我们解决这个办法的途径呢 首先就是求助于这个搜索引擎 比如说谷歌 我们就推荐用谷歌来去做搜索 因为它足够的高效 定位足够的准确 或者是通过国外的 当然知乎也可以 知乎现在可能有部分的一个答案 还有推荐一个论坛 就是V2EX上边的话 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 关于Jungle的一些知识点 包括我们国外的网站 这个StackFlow 如果大家英语足够好的话 就可以去上面去提问 或者是浏览这些答案 当然我平时工作过程中呢 很多的这些 解决问题的方法的灵感 都来自于这个谷歌和这个StackFlow 包括这个GitHub 当然大家应该有自己的GitHub的一个账号 对GitHub呢 就分享了很多这个代码 我们就可以查看到 不仅能查看到Jungle的原码 还有这个关键Jungle的各种各样的应用 非常多 我们可以去这个GitHub的这个地方去搜索一下 我们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你这里边搜索Jungle的话 就搜索出来各种各样的代码 我们比如说我们搜索Jungle MongoDB 其实你就在里边会搜索到各种各样 关于Jungle MongoDB的应用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到最后的有居然有23条之多 如果我们 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这个Jungle的Radius的应用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看 就看到一个JungleRadius的各种各样的应用 然后大家就可以从这里边 首先进行参考 然后实现自己的一些定制 最后呢 我们如果当然还要参考这个Jungle的这个Document 就是它的文档 当然就是说 大家可以参考它的中文版 中文版的话 它就是现在最新更新的是1.8 当然我们在项目中使用的其实是1.9 1.9的话呢 它就是说这个比较新 然后是没有一般是没有中文的翻译 然后全是英文的这些文档 当然大家大部分的参考的话 参考这个1.8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只不过是1.9 它有稍微的改动 只要大家注意这个1.9 它的一些release的一个update 就是它每个版本 它有哪些更新 大家要知道这些支点 然后你参考中文版的也是没问题的 当然我们这里边就提倡大家直接去阅读英文的文档 最后呢 我们就推荐大家 如果就是对某个问题实在 就是说在解决上或者理解上有困难的话 我们建议大家去阅读江狗的代码 就是说阅读代码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课程中也举过例子 那个中间键的例子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江狗 他在这个那个一个请求到的时候 他是如何的去调用那个 process request和process response 这些就是说我们在一个中间键里面 为什么要定义这些方法 这些为什么要特别指定 那个process request和process response 这些函数名了 是因为他在江狗的代码里边 他一边框架里边就是这么调用的 所以说我们要遵循这个规则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他的document去查到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原码是更直接的去看到 他整个流程是怎么样跑的 所以说我们之后在学习到某一 或者是应用到某一特定部分的这个代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阅读这个江狗的原码 比如说他大家可能对江狗里边他数据库的部分 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比如说他是怎么适配 这个mycircle和circlelight和postercircle 这三个这个数据库的到底是如何通过他的API去适配的 然后这个遗物呢大家就可以通过阅读这个江狗的原码去获得 当然这个就在阅读原码的过程中就会提高我们的这个分析问题的能力 然后去参考去学习优秀代码的一种写法 就会提高我们个人的这个编码能力 然后呢 感谢大家就是这二十多节课的一个学习 然后也能使我跟大家一起共同提高 这一课我们就上这里